农历新年将至 从风水角度来看 到底什么行业在几亥年最兴旺 什么行业惨淡呢 风水师许洪方指出 属木 火和土的行业 例如橡胶 棕油和会计等 这一年的发展都会比较顺利 不过属金和水的行业 例如物流和旅游 则会面对一定的挑战 新的一年风水运程如何 获得不看五行元素 风水师傅许洪方指出 踏入极害猪年或俗称的土猪年 属木 火和土的行业 都会拥有这样好的前景 例如属木的手套行业 续机会蓬勃发展 此外属虎的燃料业如汽油 进入六七月后会变得稳定 而餐饮业也有不俗的表现 至于高科技行业 则在和传统产品以及教育领域结合后变得稳固 而属土的地产业也会相对平稳 然而地产商受促更有创意的推出配套 同时吸纳新型科技 将有助推高销量 当然五行相生相克 求人欢喜自然有人忧 许洪方预测 属水的行业将会面对挑战 这包括物流业 旅游业 电子商务等 在过去两年表现良好的领域 今年都会面对市场激烈竞争 而产生的压力 至于属亲的保险业 也会面对新系统和新条规等 巨大变化 货币方面 马币走势相较美金也会变得稳固 整体而言 风水研究显示 今年会是一个更好的开始 将给予人们新的机遇